民進黨為了要酸韓國瑜 已經無所不用其極了 所以原本用各種方式 去罵韓國瑜 結果做出來的民調 韓國瑜還是高於柯文哲 那麼想用柯文哲來拉抬 降低一下韓國瑜的聲勢 也沒辦法 所以怎麼辦 只好從民調細部的項目 再去猜說從哪個方面 韓國瑜輸了 好像總算利用了柯文哲 打壓了一下韓國瑜的聲勢 但其實這份民調 更看得出來的是 被打在地上的 是蔡英文總統 而第二個部分 這只不過是說明了韓市長 在這幾個層面上 應該更多的去加強 但也不妨礙目前全台灣人 對韓國瑜未來的一個支持度 所以這份民調 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至於韓市長 我們還是奉勸他 好好專心在台北的市政上面 高雄 柯文哲 希望柯文哲好好專心 他關心柯文哲算不專心 希望柯文哲好好專心 在台北市政上面 不要去想總統大位了 畢竟那一切都是夢想 至於民進黨 漢廷你的判斷 跟大家的判斷都不一樣 大家認為他一直在講 我們是奉勸他 我們是奉勸他 我等一下會分析說 他怎麼選也選不上 那麼民進黨長期來的 這兩個月不斷去質疑跟批評 韓國瑜 我想引用蔡總統的一句話 蔡總統說 不要用100天來評斷 他執政的成敗 所以民進黨現在最沒有資格 去評論韓國瑜的成敗 因為用的是蔡英文總統的標準 而且越打不僅韓 聲勢越高 是讓民進黨自己 越來越鋪短 像回到剛才那個香蕉的案例 因為那一個抗議的 膠農本身很有趣 他不斷的在告訴大家 他當初支持韓國瑜 但是網友打臉 其實他在節目上自己聲稱 他根本沒有去投票 他說投不下國民黨 所以這樣的一個人 至少他是一個說謊的人的 那麼即便我們回歸到 整個香蕉的事件本身 不看這個帶頭者以外 一斤現在是12塊錢 但去年一斤5元的時候 將交價大崩盤 賴清德還鼓勵大家 然後王世堅還在這邊 吃了香蕉皮 當時這些人 也沒去抗議賴清德 也沒有去搞什麼東西 而且去年以來 交價的崩盤 交農當時所召開的記者會 或各種的活動 主訴求都是政府來幫忙解決 當時也沒有要誰下台 反而是這一次 其實主訴求 確實要韓國瑜下台 所以很明顯是有特殊的目的 而更何況 當韓國瑜 在第一時間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也立刻說了 未來會加強香蕉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其實是積極的 在幫老百姓解決 而再來我們要講的是 其實這真的是高雄市議會的失職了 表示民進黨議員 竟然放任這些事情 不管要讓農民自己去處理 那麼表示人民選 你民進黨議員都白頭了嗎 好 民進黨說所有的高官 或者是所有的通路 都是民進黨自己已經建立好了 我覺得其實這是民進黨自打臉 為什麼呢 因為當民進黨如果已經 見到了馬來西亞的高官 那麼為什麼簽不來訂單 韓國瑜沒有見到高官 卻簽到了訂單 不就表示韓國瑜更厲害嗎 我高官見都不用見 我訂單就拿到了 我生意就拿到 我台灣人都照顧到了 你民進黨見了半天 就批也拿不到 這不表示韓國瑜的厲害之處 跟民進黨的無能之處嗎 所以民進黨其實就是自打臉 如果你的通路早就存在 那何須韓國瑜去爭取訂單 表示你這通路也是假的 沒有用的通路 所以民進黨持續的在炒作 其實是完全沒有用的 我們是希望韓國瑜當選市長之後 他能夠讓台灣的 各個縣市的首長 甚至是立委 都能夠向韓市長學習 積極的去外面搶訂單 積極的造福台灣人 那民進黨的立委 他不是去積極的學習 他是積極的唱衰 他是積極的說韓國瑜也沒有用 那你讓新加坡的人聽得 也不太好意思 韓國瑜到新加坡做生意 結果台灣的立委說 那沒有用 那沒有用 你讓新加坡的人也是情何以貪 所以妨礙台灣發展的人 到底是誰其實很清楚了 回過頭來看到這份民調 為什麼我說柯文則是沒有細唱的 其實這也跟整個民調的結果 目前假設 就是既然有六成的人 不支持韓國瑜現在出來選 為什麼呢 因為一旦他現在出來選 可是高雄在暑假的時候 很有可能會面臨到 颱風天的問題 那麼5000個坑洞的陰影 會馬上在高雄的心中就浮現 所以韓國瑜在未來 其實最主要的關鍵 是他如果現在出來選 高雄一旦有個什麼事故或事變 或什麼樣的意外 那麼韓國瑜就要負最大的責任 讓他參選也對他不利 那麼最利於他出來參選 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至少要等到9月的時候 當他至少把5000個天坑給填平 也算是給高雄交出一個漂亮的成績單了 那個時候不論是在農漁的外銷 或是各種的生意的訂單 以及各種的投資 有一個初步的成績單的時候 到那個時候 台灣人會覺得 他至少是有一個成果 再到下一個階段 人民的反對就不會那麼大了 好 那麼柯文哲最近非常的焦慮 因為他知道如果今天 柯文哲自己出來參選 那麼未來國民黨很有可能 就會徵召韓國瑜出來 那麼柯文哲就輸了 他等於白出來了 那麼他的算盤就是要壓 就是拖到後期再出來 就是卡住韓國瑜要出來的時間 因為如果柯文哲不會出來的話 那麼朱立倫或者是吳敦英或其他人 有可能就勝過蔡英文 國民黨就暫時沒有必要 去請韓國瑜出馬 所以當柯文哲出來的時候 韓國瑜就會出來 那麼柯文哲就想 我怎麼樣才能夠往後拖 拖到讓韓國瑜沒時間出來 所以這是柯文哲的算盤 因為他不可能是講說 他如果放棄了這一次的2020 假設柯文哲放棄了2020的話 他要去爭2024 但我覺得機會也不大 因為到了2024假設 現在是2020是國民黨執政 國民黨如果執政不利 柯也不可能去勝過2024 可能要出來的賴清德變數也太大 如果未來是蔡英文能夠連任 他執政不利的話 柯文哲在2024還是打不贏 2024可能要競選的韓國瑜 所以柯文哲幾個盤算 他盤算下來出來選 或者是不出來選 他都會發現有一座 五指山擋在他的前面 就是韓國瑜 所以就會有季聲柯 何聲韓的柯韓情節 所以我奉勸柯市長 放棄你的總統大夢 因為你在這一次 或者是在下一次 其實你都是選不贏韓國瑜的 林索水雖然沒講 因為他講了就跟利媒 利媒的頭頭被開除 所以你說他如果把蔡英文的民調 一起拿出來分析 他可能會被開除 不是 不值得講 說他也是聰明人 他不會發這個力氣 但是他分析韓國瑜跟柯文哲 他只強調柯文哲很強的地方 但是這個不是現在才這樣 林索水已經有好幾個月 甚至半年以上 非常佩服柯文哲的聲量 他說柯文哲的聲量 他已經做市長超過四年了 他說這個如果是一時的假象的話 他沒有辦法撐超過四年 他一再強調超過四年是真的 所以他是柯粉 而且不是 也不是 他很客觀的 他不會是柯粉 但是他一直講 這個沒有人可以扳倒他的話 這個是真的 他現在因為韓國瑜上來了 所以他現在去比一比 果然韓國瑜在三個地方 就年輕 高學歷跟中立的 就輸他 就輸他 這個你危險了 我認為他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尤其這一方面也不笨 但是我覺得他分析這個過程裡頭 他有一點選擇性 因為第一你要想想 柯文哲的強項 這些年輕人尤其是40歲以下 30歲以下的 這個板塊其實是小的 比如說你分區域 你看韓國瑜在中山頭以上 都是好的 這個多少人口的百分比 你在南部再行 在你故鄉再行 也不過一點點而已 所以第一點 你要考慮板塊的大小 還有第二點 你要考慮到30歲以下的 他們投票的意向並不強烈 他現在講的是指標意義 他不是講的是整體人口有的分配 你要回頭來看 韓國瑜雖然在這三塊裡頭 不強 輸他 但是全台灣不管能力 沒有第二個候選人 他可以比韓國瑜更好 所以他是第二名 而且韓國瑜你看那個 你看那個30比40 32比48不太壞 不太壞 所以韓國一旦提名以後 他那個30 32還會 如果再往上衝點的話 他那個差距不大 他那個差距並不算大 而且中性選民跟高學歷選民 是重疊的 因為高學歷根據我從政的心願 高學歷很多都要自己說 表示清高 我是中立的 所以這兩塊其實是很 重疊度很高的 這最值得韓國瑜努力的 就是那個30歲以下的 30歲以下的16比71 那真的是非常的差距很大 而且連你這個 淡江大學的事務長 你都承認教育失敗 對不對 他們就喜歡這個 教育失敗是四個字 沒有從我嘴巴講過 不是 我問過很多人 他們就說很多藍的 你是說年輕人支持 柯文哲是教育失敗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因為昨天在友台 就有另外一個 四星的副校長 還有他是淡江大學 我們也講教育失敗這四個字 我倒好 我們就特別強調 問這兩位教育家 說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他們講不出個所有人 他們就講說對現實的反彈 對現在政治人物的不滿 就把這個宣洩的出口 投射到柯文哲身上 投射到柯文哲身上 這樣的講法 其實yes or no 很多藍的家長 滿有身分 滿有地位的 他們都一臉茫然就說 我昨天問過我小孩 我小孩在多少投柯文哲 我也搞不出個所謂的 很多人告訴我這個現象 所以柯文哲現在 還在享受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 並不是不可以努力 因為譬如說韓國瑜 韓國瑜現在在搞什麼 觀光代言人 高雄代言人 都是搞那些我認識者的人 不是只有白彬彬 翠麗欣 這些 什麼孫曉玲 任曉玲 楊蕭玲 楊蕭玲 這個我都認識 我都認識的 你都認識還把人家名字講錯 我都認識的 怎麼韓國的 你想要拿30個以後的票 30個以後的票的人 都不認識的人 我罵的 他們罵的 我罵的罵就對了 韓國瑜現在是在拚 高雄市的觀光 所以他有他的策略 跟他的訴求 跟他要選總統的時候 訴求會不一樣 到剛才江啟臣講說 奇怪 他們為什麼 高雄市的議員 高雄市的立委都沒有聲音 這個洪威就講說 這個不正常 我認為很正常 我覺得這個只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江啟臣講的 他們真是不責他 因為太難責 責他 負責他 你咬他 他咬不到 他被他咬一口 這誰去給貓兒掛鈴鐺 貓兒照相也可以 你看那一天 那一天陳志忠還跟他同框 大家現在網路還講說 為什麼跟他同框 而且前面還講一個 愛與包容 今年28不是要抓出元凶嗎 不是要追究責任的嗎 你怎麼附人之間 愛與包容 現在網路有一個說法 阿扁看得很遠 阿扁覺得將來會特使他的 是韓國瑜做 因為他有愛與包容 現在留一個後悟 現在他有前瞻性 你不要笑他 阿扁有前瞻性 這是陳水扁的前瞻計畫 阿扁有前瞻性 你也笑他 他太奇怪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韓國瑜 韓國瑜這個地方 不是完全絕望 但是年紀輕的 30歲以下的 這個我們整個寄望以說 將來如果科幣 讓他不當選的話 這個我可以不可以講 故意死人不當選 韓國瑜就是要在這一塊 還沒有到選舉期間 沒關係 就是這一塊 年輕的這一塊 你要認真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 有人講說 你要先鞏固這一塊 你比較熟悉的 但是我覺得你總體來講 給大家看起來 有一股比較老氣的感覺 連我這麼老的人都覺得老氣 陳老師 你是覺得 韓國瑜明天就要宣布參選了嗎 現在感覺好像是2020 就是柯 韓 蔡 三個人選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 剛剛大家也講到 柯文哲的盤算當然是 時間拖得越晚 韓國瑜可能不會出現 他再來出來宣布參選 這個勝算比較高 好像大家都沒有把民進黨 放在眼裡在民國 這個說法是錯的 因為往脫王 大家都看 我要最後出牌 但最後出牌 韓國瑜背後有政黨的力量 柯文哲什麼都沒有 他可以拖 他可以先準備 不宣布 不 相反 柯文哲不能拖 因為柯文哲拖到要決定的時候 時間 食不我餘 沒有人 沒有錢 什麼都沒有 他怎麼能拖 完全不能拖 你韓國瑜拖沒有關係 黨管下去就好了 剛好相反 我們可以看一看 RGB 你 我可以看一看 孤瓶 我可以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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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spodar 我可以看一看